好啦來講一下我們插爾斯餅乾的這個算是 超越兩星的初步分析喔 首先這隻餅乾他可以練 對比上一次的狂狂場球餅乾來說 就是因為上一次狂狂場球餅乾那時候跟各位講 資源不足的人你可以跳過他 那這一次插爾斯餅乾 他真的可以抽 先講一下 首先一開始他普通攻擊的時候可以暈人家 普通攻擊就可以暈了 然後再來他的垂直的傷害 可是他昏迷的時候還可以減少敵方攻擊力以及 你重複的話還有技能額外傷害 重點這也可以疊加的好嗎 放招的時候還會先用那個狼猴嗎對不對 這是狼猴嗎 對 他會猴一下 那個攻擊力增加是全隊的 全隊是攻擊力增加 但是他自身的話是有增加攻擊速度 還有傷害抵抗 所以其實把他冷卻拉高也是有 額外的就是奇效 這邊先特別說明 主要是因為他的技能其實 技能CD12秒所以我覺得在PVP的情況下 其實你是可以完全抗也OK 但是如果你玩冷卻全冷卻配料的話他的開場放招 可以拼到1秒放招 但是我覺得在PVP 如果真的以現況 要打到 可能倒數1分鐘或倒數30秒 全冷卻我覺得普通 你在全冷卻配料他是可以 開場的時候變1秒放招 但是我覺得沒有那個必要 就是目前的話感覺你完全抗就可以了 所以他技能的部分 然後再來重點 他技能的這一塊 推圖也很好用 我們側過推圖可能打暗黑或者是打大師 也都很強 因為重點他可以雲怪 然後他又可以就是 衝過去然後又可以降低敵人攻擊力 很強 我覺得以推圖的角度來說他也很好用 PVP角度目前來說也OK 所以資源上一次狂躺球就是 可能你真的都跳過的人 你這一次可以抽查爾斯 這是我對他最快速的講法 一般的玩家可能真的 對於推圖的東西可能也不知道說特別那麼傾 那這一次有查爾斯跟BTS相關的東西 就是可以去用他OK 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然後再來先講一下 剛剛講配料有全抗嗎 基本上其實配料的話我建議就是你傷害點抗跟爆抗拉高 基本上沒差 基礎冷卻12秒 能做的事情就是真的很多 跟紫薰薯餅一樣是差不多的 所以對他的評價大概就這樣 這一次他的技能不會到特別的作文 該講的基本上該講都講 所以 官方這一次算是有 記取之前的教訓 針對技能的部分非常好理解 也不會像之前那麼作文 OK 腐蝕效果 喔有 停用護盾 我看到了 其實你邊跑的時候可以直接放進的沒關係 他真的可以推圖耶好猛喔 完了官方出了這個東西 真的是要拚贏抽了 嘿嘿 真的啊 欸 你在推推還可以把別人暈呢 就我來啦 哇我的天啊BDS推圖也是有料的 Gosh 喔來看等一下看補量 哇欸真的推圖也有料 Gosh 好啦也是可以啦 就是我只能講說也是OK啦 我先講一下他比較低的原因其實是 我們競技場的時候可以一直放招對不對 我剛剛BTS因為我剛剛是 我剛其實是用自動的方式去開我中間只能多開一次 所以其實棉花有多下 一兩次招 你們有仔細看的話是這樣子 那個我們那個jongu這邊其實我是有比較少開的 你們到時候可以仔細看一下戰鬥 然後再來講一下是我們PVP目前的那個 初步用的隊伍 首先一開始的話我們的查爾斯剛剛有講 他就全抗 基本上這個東西這個配套可以改 不過我覺得 我就這樣放了 查爾斯全抗 貝南雪的話全冷卻 冷卻的話建議20% 然後再來我們黑燈珠餅乾的話這邊也是完全冷卻24% 如果有時候餅乾的話這邊完全冷卻22%以上 其他的話都是負傷害抵抗 然後再來我們BTS這個是我們的jongu餅乾 BTS這邊特別說明所有的餅乾他的那個技能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針對 你哪一個餅乾星數比較高或者是你對哪一個 那個成員是有愛的你就放上去就好 然後再來 針對BTS他的技能這邊 因為他的基礎冷卻是19秒 跟存陽草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冷卻時間建議的話這邊是拉到24%以上 你只要讓他放招完的時候是10秒內在一次開招 就可以常駐所謂的 那個減益效果抵抗的增益效果 然後以及還有暈迅免疫 這邊先特別說明就是 而只要你的冷卻有24%以上 那你這樣放招10秒內他就可以一直放 這邊特別講 那這樣子 其實像我們打PVP 有野莓啊或者是有海妖精或者是濃縮咖啡之類的暈 基本上都是OK的 除非你放招的時候卡到 英文餅乾放招的時候是從右邊到左邊嘛 所以一定是從那個 正常一般放招完的時候都是依序這樣子放招 那有可能會發生卡冷卻的問題 偶爾的話可能才會被暈到 就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正常的情況下我們這邊會被野莓暈到 然後可能第一波爆發你的黑陣柱就不見了 但是因為現在你角色不會被暈 所以基本上你的放招不會受到牽制 你的放招就比較不會卡到 然後針對一些野莓可能可以爆發的那個地方 暈人爆發的地方就被斷掉了 你的整個就變得比較穩定 要水就多水一點啦 真的啦沒得給你開玩笑啦 我剛剛那個 我剛剛那邊 那個唱歌跳舞的地方那個應該版權盾了吧 我等下關直播等下一定有版權盾 不會真的 真的 那個真的低色有改 有改一些東西 就是可能 還不會那個 不然我覺得那個版權盾應該是 兇多吉手 那感覺沒意外就是一定會中 現在是在比機體跟冷卻是不是 喔我的天 等一下 你看這個精神的補量 兩星 各位兩星 你好我兩星 我再水一個 先把這些東西弄出來 我盡量好不好下一點半 趕快把東西弄一弄 哇官方這一次真的傻眼 傻眼貓咪 BTS餅乾一定是量到70啊 你現在如果講餅乾要練的話我一律一定是滿等 一定是量到70等啊 哇我的天 剛好復活兩發飛彈我全滅 我的天 剛好復活直接兩個魚子降飛彈 傻眼 以CP值來說我建議你們 去打紅獅龍跟命運大天使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 前面公會公開的事情 我覺得都可以講 可是我們現在基本上 都是990 多的才去打乾燒海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可以公開的講 我覺得沒差 應該是你剩下的場數如果你覺得 可能 有多的 什麼東西的你再去弄那個吧 還可以加攻擊啊 好猛喔 我血鬼帳也600多萬啊 有啦有加啦有加啦有加啦 跟著血鬼的動作走 血鬼到700了 這邊直接下 下的時候動作剛好吃到彈弓 有沒有吹下去剛好吃到彈弓 看傷害有可以就敗 我們這樣直接打 前面第七階夜直接打過去 其實他的火力很夠 而且他又有增傷 我光這樣趴下去你看我這樣打第七階夜夜 也直接打掉錯錯誘了 這邊你看 冷卻15% 全冷卻 這個東西我剛才隨便亂塞了 43% 冷卻8% 閃電砲芙這個 45% 冷卻7% 真的頂配料的傷害都快要加到50%了 銀花這邊8.5 23.6 23而已 別鬼的話這邊8.7 傷抗10 甚至是不用傷抗 冷卻你到8%就夠了 你就跟上去就好了 你這樣前面打7階 你們就可以試試看啊 我覺得OK啊 你這樣打一打 我覺得他可以玩啊 你只要冷卻搭隊了 他更快的把閃電泡芙敲到前面的龍 先講針對 前面的龍 低階的 OK